我一直说我家婆婆是70岁的年纪 40岁的状态 但其实无论在哪儿 都有状态年轻的老人 我觉得咱们最主要的是 学一学她们保持年轻的状态的方法 婆婆说她认为 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饮食 就拿我婆婆做的这顿饭来说 她做的是日本传统炖肉 土豆 洋葱 胡萝卜都切块 磨一丝简单洗一下 炒牛肉不放油 就用牛肉本身自带的油 再加点水 直接就把配菜都放进去 最后来一场 她每顿饭都会用到的胃霸 就什么都不用加了 就算是这样 婆婆也要用这个日本食品级材质的吸油纸 当锅盖 把炖菜里的血沫和多余的油纸吸附出来 你看我家婆婆做这顿饭 少油少盐 天天这么吃 不用说都知道会很健康吧 上年纪的他们 在饮食方面就很注重保养自己 其实我倒是无所谓 我觉得吃点油没什么 主要是我先中她这个调料了 我婆婆做的菜很香很好吃 确实呢也归功于她这些调料 说实话啊 婆婆每次来给我做饭吃 我都得两碗打地 这么做菜确实很好吃 你们想试试吗